字幕提供 李宗盛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進行的單元是 第十二單元的日常語言與邏輯語言的部分 我們在上一次的單元裡面曾經介紹一下 述詞邏輯的人工語言 述詞邏輯一般來講 它其實常常會有其他的稱呼 比如說像初階邏輯 一階邏輯 或者是量詞邏輯等等 或者量化邏輯等等 其實這些稱呼都是一樣的 各位不妨就把它當成一樣的人工語言來看待 好 那我們今天要來談談 日常語言怎麼樣翻譯成邏輯語言 當然我們今天的重點在於 我們要放進所謂的二元述詞 我們之前對二元述詞 大概有一些粗淺的了解 那我們今天要針對 很多的二元述詞來做翻譯 來試試看 我們是不是能夠抓到 翻譯的主要原則 當然我要再次強調的是說 我們在日常語言跟邏輯語言之間 它其實並不會有一個 一對一的對應關係 意思就是說 因為我們都知道我們的邏輯語言 是一個人工語言 那我們的日常語言 其實就是一個開放性的語言 對不對 那我們的邏輯語言 特別把它做成一個封閉性語言 所以我們不可能期望 它會有一對一的對應關係 或者是很嚴謹的一對一的關係 但是呢 我們在翻譯的時候呢 需要遵守一些基本的原則 那這個基本的原則 從邏輯的觀點來看 就是我們要遵守這個一致性 所以一致性就是說 我們至少必須要把 原來的日常語言 跟邏輯語言之間的翻譯呢 盡量不要跟原來的邏輯 我們對邏輯符號的思考有衝突 那這個大概是我們的 一個重要的原則 所以我們就從第一個部分呢 開始來看 我們第一個部分呢 是提醒各位 量詞的翻譯原則 就是我們的日常語言裡面呢 其實包含量詞 我們說過了我們其實有兩個 最主要的量詞 一個是全稱量詞 一個是存在量詞 那這兩個量詞呢 之所以會在這裡出現是因為 他們是精確的量詞 就是全稱的話呢 就是包含全部的對象 那如果是存在量詞的話呢 那我們是強調至少有一個 就至少有一個 幾個沒有關係 但至少有一個就可以 好 那我們在翻譯的時候呢 如果我們給一個 一元素詞 就是mx x是人 gx是好人 好 那各位回憶一下 我們在全稱量詞 怎麼做翻譯呢 跟這個存在量詞 我們怎麼去做翻譯呢 好 首先我們來看看 所有人都是好人 這個a 句型 就會翻成for all x mx 則 gx 這個是箭頭或者conditional 作為它的連接詞 全稱的時候呢 我們在翻譯的時候 記得要用條件句 也就是箭頭的符號 e 句型所有的人都不是好人 我們只要在好人的前面 加上一個否定號 對不對 就是for all x mx 則 negation gx 意思說所有的人都不是好人 好 那存在量詞用什麼做翻譯呢 好 我們是用conjunction 就是and 來作為連接詞 對不對 有些人是好人 表示有東西落在 人跟好人的交集裡面 表示說存在有些x x是人 而且x是好人 有些人不是好人 什麼意思呢 有些人不是好人 當然就是 存在有一些x是人 而且x不是好人 那這個是一個基本的翻譯提醒各位 等一下我們在做翻譯的時候呢 我們會用這樣的一個原則來做翻譯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看這個二元素詞的翻譯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看這個二元素詞的翻譯 這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我們怎麼樣來翻譯這個二元素詞 首先我們給各位同學一個一元素詞 就是mxx人 再來是lxyxy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第一個句子 每個人都愛每個人 各位注意到這裡出現了兩個量詞對不對 前面出現一個全稱量詞 後面出現一個全稱量詞 所以它的翻譯是什麼意思呢 它的翻譯的意思就是說 既然前面是全稱量詞 後面也是全稱量詞 那麼我們根據剛剛的翻譯原則 我們就用什麼東西來翻譯呢 我們用箭頭 conditional 條件句的連接詞符號 來做翻譯 所以我們會翻譯成底下這句話 就是for all x 對所有的 x 來講 如果 x 是人 則後面這件事會發生 後面哪一件事會發生呢 就是對所有的 y 來講 如果 y 是人 那麼 x 就會愛 y 所以各位發現 這兩個出現連接詞的位置 我們用的都是什麼連接詞呢 我們用的都是箭頭條件句的連接詞 所以各位會知道說 當我們碰到全稱量詞的時候 我們的翻譯原則就是 就是利用箭頭作為它的連接詞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句話 如果是每個人都愛某些人 各位會發現 一樣前面出現的是全稱量詞 每個人後面出現的是存在量詞 所以 suppose 我們要去做翻譯的時候呢 就是前面的部分 我們要用什麼連接詞呢 我們就用箭頭 或者是條件句的連接詞 後面就是用 conjunction 連言的連接詞就and 而且這樣的一個連接詞 翻譯起來就會是底下這樣的一個句子 就是 各位看到它是 for all x mx 則對某些y來講 my y是人 而且xy 所以各位會發現 我們的連接詞其實跟我們的量詞是連動的 對不對 就是我們會遵守 我們在上一次提到的 為什麼要這樣來做翻譯 是因為 我們要讓它是一致的 就在翻譯上跟它的關係上是一致的 不至於產生這個不一致的現象 第三句話是有些人愛每個人 那各位想想 有些人愛每個人 這個怎麼翻呢 前面是存在量詞 後面是全稱量詞 根據剛剛翻譯的原則 對不對 各位會在前面看到什麼連接詞呢 沒有錯 我們就會看到 and 就是連言 conjunction 的連接詞 後面其實就是用到箭頭 或者是條件句的連接詞 所以你就會翻譯成底下這麼樣一句話 就是存在有某些X X 是人 而且 這個是跟著存在量詞出現的連接詞 對不對 而且 對所有的Y 來講 只要Y 是人 那麼 X 就會愛愛Y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的連接詞都是跟著量詞來做連動 那最後一個是有些人愛某些人 各位會發現 前面是存在量詞 後面也是存在量詞 顯然 我們兩個都會用到什麼樣的連接詞呢 沒錯 我們就會用到and 這個連接詞 所以呢 翻譯就會是底下這樣一句話 存在有某些X X 是人 而且呢 一定存在某些Y Y 是人 而且X 愛Y 這個呢就是 基本的一個翻譯 就是我們知道 如果我們有兩個量詞呢 之間的一個 二元素詞關係的時候呢 我們是做這樣的翻譯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稍微再升級一點點 我們來想想看 如果有跟它的一些關係的語句 我們會怎麼去說呢 好比說 我們來看 沒有人愛每個人 它的意思其實是底下這句話 各位看一下 就是對 所有的X 來講 如果X 是人 則一定存在某些Y 而且呢 X 不會愛Y 那有同學就覺得怪啦 奇怪了 剛剛不是說 我們的連接詞要跟著 我們的量詞來連動嗎 對吧 要跟著量詞連動對不對 可是這裡 明明後面是每個人啊 怎麼看到的是存在量詞呢 這看起來是不是怪怪的呢 好 沒有錯 好 各位注意 原因是因為呢 我們其實這句話呢 因為裡面有否定 所以呢 各位知道 根據我們的否定量詞的規則 就是量詞的否定規則 各位還記得嗎 我們在量詞的否定規則告訴過各位說 如果我們在全稱量詞的前面出現否定號 好 你把它掃描過去它會變什麼 它會變存在量詞 對不對 好 如果它是存在量詞 前面是否定 那麼你把它掃描過去它會變成什麼 它會變成全稱量詞 也就是說 否定號會改變 這個量詞 到底是全稱量詞 或者是存在量詞的情況 因此呢 當它前面出現否定號的時候 我們就要小心了 就是不能夠 跟著剛剛一樣 都按照肯定句的方式來思考 好 那各位想想看 這句話我讓各位思考一下 它是剛剛 A B C D 四個句子裡面 哪一句話的否定 去想想看 剛剛我們教過的四個句子 對不對 分別是A B C D 四個句子 那各位想想看 沒有人愛每個人 它是A B C D 裡面 哪一句話的否定 相信各位呢都已經決定好了 對不對 那我來揭曉一下答案 它其實是 C 的否定 各位猜對了嗎 C 是 有些人 愛每個人 對吧 換言之就是 我至少可以找到有一個人 他是愛每個人的 那 E 是什麼呢 E 是說 沒有人愛每個人 換言之就是 你找不到有這樣一個人 OK 那為了證明給各位看 它是 C 的否定 所以我讓各位看一下 為什麼它是 C 的否定呢 我們先把 C 的否定句寫下來 各位看 C 的否定句是這個樣子 就存在有一個 S X 是人 而且對所有的 Y 來講 只要 Y 是人 那麼 X 就愛 Y 我們在前面加上否定號 根據我們上一次告訴各位的 如果 他們兩個之間 某個是另外一個的否定句 表示他們是 應該要是等值的對不對 那接下來我要做證明的步驟呢 我都是一步一步的做 我每一步都只做一件事情 所以各位呢 不妨也跟著看 你能不能很快的反映出 你用的是什麼規則 我在後面都不會付出規則 讓各位做練習 你可以看一下 我用的是什麼樣的規則 我改變了什麼 用了什麼規則 第一步各位看出來了嗎 其實 不難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它只不過是把否定號 從存在量詞的前面 放到量詞的後面 那根據我們的 Qn 規則 我們就知道說 for sum x 會變成 for all x 就是存在量詞 會變成全稱量詞 然後呢 這個否定號呢 會到後面 各位會發現 後面的式子我完全都沒有動 我只做了一件事 就是把這個否定號 從量詞的前面 放到量詞的後面 那麼 讓這個量詞呢 由存在量詞 變成全稱量詞 如此而已 這個規則我們稱之為 Qn 規則 就是量詞的否定規則 希望各位還記得 好 接下來第二步 各位不妨看看 我做了什麼事呢 應該有同學很眼尖的發現 沒錯 中間的那個原來 and 的符號 變成 all 了 對吧 而且呢 原來否定號是在括號外面的 現在變成在括號的裡面 而且兩邊各加一個否定號 沒有錯 這是什麼規則呢 這是 迪摩根 迪摩根律 對不對 我們知道 and 跟 all 是一個對偶符號 連言跟選言呢 其他其實是一個對偶符號 所以只要是迪摩根律放進來之後 我兩邊各加一個否定號 and 就會變成 all 所以這個規則我想各位也很清楚 那接下來各位看看 接下來我又做了什麼事呢 全稱量詞前面的否定號 對不對 我把它移到後面來了 好 根據剛剛的想法 那麼我應該做什麼事呢 移到後面來的話呢 那麼全稱量詞顯然就要變成 存在量詞對吧 各位這是什麼規則呢 沒有錯 它其實就是 qn 規則 接下來我們就是 看到後面的箭頭 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把最後面的箭頭變成什麼 變成了 negation my or lxy 對不對 那各位發現 這個就是所謂的蘊含率 p 則 q 它會等值於 negation p or q 所以你現在就可以把這個 my 當成 p lxy 當成 q 那你就會發現 它其實 p 則 q 其實就會等於 negation p or q 接下來很簡單 一樣 我們把裡面原來是 all 的符號 變成 end 然後呢 兩邊呢又各加了一個 negation 顯然這是什麼定律呢 這是迪摩根律 接下來 你會發現什麼東西不見了 沒有錯 my 前面的兩個否定號不見了 對不對 所以顯然它是什麼定律呢 它其實就是 double negation 就是我們把那個雙重否定律 把這兩個否定號拿掉 那最後各位發現 我們呢 可以變成這樣的一個式子 就是我們用 蘊含率 把 negation mx or 後面這個 把它變成 mx 則 後面這個 存在量詞呢 帶的這個句子 所以呢 它整個呢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 negation p or q 換成 p 則 q 的形式 這個其實是蘊含率的規則 所以各位會發現 從 c 語句的否定呢 可以一路正到這個句子給你看 就是說你看 這個句子果然跟它是等值的 換言之各位如果 在翻譯的過程裡面 這裡面所有的句子 其實都等值 換言之你要寫哪一句話都可以 它都符合這個翻譯 沒有說哪一句特別好 或者哪一句特別不好 或者哪一句對哪一句錯都沒有 它其實就是等值的語句 學這個有趣的地方在這裡 就是說 當你會做這樣一個 等值的語句的證明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喔 有些人 對第一個句子 比較容易理解 ok 也就是說你如果跟他講說 沒有人愛每個人是什麼意思呢 他就說 沒有人愛每個人意思就是 我找不到任何一個人 去愛所有的人 對吧 我找不到這樣一個人 去愛所有的人 好 這是第一句話的意思 ok 好 那最後一句話什麼意思呢 好 最後一句話的意思是說 喔 所以所謂的沒有人愛每個人 意思就是 對每個人來講一定都有他不喜歡的 ok 所以你找不到任何一個人 愛所有的人 跟 所有的人都一定有他不喜歡的人 其實這是等值的 你可以 在日常語言裡面 其實你可以發現它其實是等值的 所以呢 我常常在這個日常生活裡面有一個經驗是說 有很多人會說 哎呀 你這樣講話我聽不懂 不太懂耶 你可不可以 換個方式告訴我 剛剛我就是在 這個 示範這個什麼叫換個方式 換個方式 換個方式的意思就是說 我要講同樣的意思 但是呢我必須要換一個句子的形式 就是這裡給你證明給你看的 就是各種句子的形式 那有些人會習慣 第一個句子這種講法 有些人會習慣 最後一個句子這種講法 ok 甚至我還發現有些人會 可能他會習慣什麼呢 他說不定會習慣第三個或者第四個 這種句子的講法 也說不定 ok 所以 每一個句子都有可能有人 這個習慣這樣的說法 所以 要怎麼樣去 談這個句子讓別人比較容易懂 其實在等子語句的鍛鍊裡面呢 他其實對我們是有幫助的 就是說以後你在 說話的時候 你可以有很多種說法 那你就可以想說 對哪一句話 這個人比較容易理解 你大概就可以抓住他的思路 那大部分如果你沒有學過 這個邏輯證明的人 通常你就會對某一種句子特別敏感 比如說第一句或者最後一句 或者第四句或者第五句等等 你會對某一類的句子特別敏感 ok 那在日常生活裡面就有很多人 要去抓別人這種 敏感的句子 就是他對哪一種句子的意思 比較容易懂 那 如果各位以後要當這個 老闆啊 老師啊 或者要教別人的講師之類的 這個也會對你很有幫助 就是你知道 你怎麼樣讓別人聽得懂 你講的這個句子的意思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第六個 就是沒有人愛任何一個人 這個句子的意思是說 你看到前面是全稱量詞對不對 所以 對所有的人來講 如果S是人 則 後面這件事情不會發生 不會發生什麼事呢 它不會發生的事情就是 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的Y Y是人 而且X愛Y 所以呢這個意思就是 沒有人會愛任何一個人 那同樣的問題 各位想想看 這個是各位剛剛看的 A B C D 哪一句話的否定呢 沒錯它是D 的否定 那如果是D 的否定呢 它這個句子會是什麼樣子呢 各位看一下 我們把D 拿出來 我們發現 D 的意思是說 有些人愛某些人 就是至少可以找到有一個人 他會去愛一個人 這個時候呢 一定有一個人會去愛某個人 那這句話呢 它的否定跟這句為什麼是一樣的 我們一樣可以來做證明給大家看 第一個步驟到第二個步驟 我做了什麼事呢 我只是把否定號 從存在量詞的前面 放到存在量詞的後面 對不對 所以呢這個存在量詞會變成全稱量詞 所以這個是一個 QN 規則的應用 接下來我做了什麼事呢 AND 又變成 OR 了對不對 所以表示我用了哪一個規則呢 沒錯 我就是用了抵摩根 所以呢我就是把兩邊 各加的 negation 之後 把 AND 變成 OR 了 如此而已 接下來 我們發現 這個 MX 前面的否定號不見了 然後中間的 OR 變成了箭頭 表示我用了哪一個規則 我用了 蘊涵率 negation P or Q 變成 P 若 P 則 Q 這樣的句子 那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現在其實這個句子 就是我秀給各位看的 F 的句子囉 我們就可以證明 D 其實跟這句話是等值的 那它只有這樣嗎 當然不是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如果願意做的話 我們可以繼續做下去 你會發現 我們可以把 negation 從存在量詞的前面 移到量詞的後面 那存在量詞 自然而然就要變成全稱量詞 各位想想看 這是什麼規則呢 沒錯 它就是 QN 規則 對不對 就是量詞的否定規則 當然 接下來各位眼尖的同學就會發現 我們其實接下來應該做的事情 就是把它變成一個 把這個 negation 放進去之後呢 改變成它的對我符號 就是 conjunction 的對我符號 其實是 OR 最後我們可以把 negation MY 或 negation XY 變成 MY 則 Lxy 最後一句話讀法是說 對所有的 X 來講 如果 S 是人 則對所有的 Y 來講 只要 Y 是人 那 X 就不會愛 Y 所以呢 你找不到任何 沒有人會愛任何一個人 因為所有人都不會愛所有的人 你會發現 其實這個等值的句子很有趣 它其實是可以 用各種不同的描述方式 來講一個等值的句子 就是我們可以用 不同的方式來講等值的句子 OK 那接下來呢 就比較容易一點囉 各位看一下 不是每個人都愛每個人 我想各位只要看 中文也很容易理解 它是哪一句話的否定呢 沒錯 它就是 A 的否定 對不對 因為你把不是遮起來 它就是 A 語句嘛 所以你在 A 語句的前面加上不是 當然就是 A 語句的否定 不是每個人都愛每個人 意思是說 OK 我至少可以找到有一個人 而且呢 我至少可以找到一個 Y Y 是人 而且呢 X 不會愛 Y 換言之我至少可以找到有一個人 不會愛另外一個人 對吧 因為你如果跟我說 每個人都愛每個人 沒有 沒有 我要怎麼樣舉反例給你看呢 我舉的反例很簡單 就是我找一個人 某一個人 他不愛另外一個人 那就是我們的反例了嘛 那當然 我們也可以來做證明 對不對 各位我們剛才已經做過證明了 所以我現在很快讓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 A 語句 加否定 我們第一步呢 用 Qn 規則 對不對 可以做出來 來 接下來我們用 運含率 可以把箭頭變成 negation P or Q 對不對 如果 P 則 Q 可以換成 negation P or Q 接下來我們可以用 demo 跟 row 讓對我符號 or 變成 and 然後呢 兩邊各加 negation 可以看到這是 demo 跟 row 的運用 接下來 我們可以 把 Mx 前面的兩個 negation 拿掉 這個是 double negation 的運用 接下來我們再把 否定號 從全稱量詞的前面 移到全稱量詞的後面 那這樣子的話 全稱量詞當然會變成什麼量詞呢 會變成存在量 OK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把 最後面括號裡面的 my 則 lxy 條件句呢把它變成 negation my or lxy 這個是利用 蘊含率 就是 law of implication 來做的 那接下來我們再用 demo 跟把它放進去 我們就會發現 我們會有一個句子是 negation negation my and negation lxy 最後我們把 兩個 negation 拿掉你就會發現 它跟我們上面那個句子 是一模一樣的 表示這幾句話其實都是等值的 所以各位如果說 不是每個人都愛每個人 意思是什麼呢 那意思就是我可以找到 有一個人 他至少不愛另外一個人 對不對 我只要找到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就可以否定 這句話 對不對 就否定每個人都愛每個人 對吧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h 是不是每個人都愛某些人 好 這個顯然是誰的否定 沒錯 這個其實就是 b 對不對 一樣 你把前面的不是遮起來 你就知道它是 b 語句對不對 那語句 b 的否定呢 其實就是 不是每個人都愛某些人 它會是說 如果不是每個人都愛某些人 那就表示我至少可以找到 有一個人 他連一個人都不愛 存在有這麼一個 s 而且呢 並不存在有個 y 然後 x 還愛 y 喔 意思是說 一定有一個 x 他連一個人都不愛的意思 那他是誰的否定呢 他是 b 的否定 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 b 語句拿出來一樣 第一步我們用的是 qn 規則 接下來我們是用 蘑涵率 roll mucation 就是用 p 則 q 換成 negation p or q 這個步驟 接下來我們用 demo 跟 row 一樣把它放進去 把 all 改成 end 的對偶符號 兩邊各加 negation 接下來我們把兩個 negation 拿掉 這個是什麼呢 dn 規則 double negation ok 接下來我們再把 在量詞前面的否定號 放到量詞後面 好 不要忘記了 一樣 我們要把 for 3y 變成 for all y 存在量詞要變成全稱量詞 好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把 negation 放進去之後呢 讓它變成對偶符號 and 變成 all 對不對 然後兩邊各加 negation 這個是 迪摩跟履 就是我們的迪摩跟 row 接下來我們就把 negation my or negation lxy 變成 my 則 negation lxy 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蘊含率 那各位不妨也觀察一下 除了我剛剛講到 v 的語句的否定 跟我們現在上面的例句呢 其實是我們的第五個句子 對不對 就是存在有一個 x 那這個 x 是 根本就不存在任何 y x 會愛 y 這是一個描述方式 其實最後一個描述方式 也值得各位來思考一下 就是不是每個人都愛某些人 意思是說 存在有這麼樣一個人 而且呢 對錯的 y 來講 只要 y 是人 x 都不會愛 y 這個也是 不是每個人都愛某些人的意思 所以 從這個翻譯各位就會發現 其實我們在翻譯上呢 其實我們一直遵守的原則就是 讓這些翻譯彼此之間呢 它的意思是不會跑掉的 就是說在 至少在邏輯語句上 我之所以說 我現在不懂你的意思啊 你可以換個方式跟我講啊 意思是它要求你要講一個等值的語句 那麼你有了邏輯思考之後你就知道 哦 那個等值語句是什麼意思 當我要換的時候呢 我可以比較好的這樣把它換過來 也就是說 比較不會犯錯對不對 就是不會呢 前面講一個意思 後面講另外一個意思 所以 其實在等值語句的這個 鍛鍊跟要求上 它就是希望 我們可以呢 有一個好的思考的方式 可以說出那個等值的句子是什麼意思 OK 然後它這個意思是不會跑掉的 那如果你能夠 這個越廣 你能夠說的這個方式呢 越廣 其實對你來講呢 你能夠讓別人認同的機會就越大 對不對 因為你就是可以用比較 等值的語句告訴別人 那接下來我們要進入到的是 常用語詞的翻譯 我們除了剛剛的這個量詞跟二元素詞之間的關係的翻譯之外呢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理解一下 我們有一些常用語詞也很有趣 好 那我們這個常用語詞的第一個 我們要講的是什麼呢 好 我們要從至少開始 欸 什麼叫至少呢 好 我們剛剛講過囉 我們剛剛講過囉 存在量詞的意思是什麼 存在量詞的意思就是至少有一個 對吧 我們剛剛已經講過這件事 存在量詞的意思就是至少有一個嘛 好 所以如果我告訴你說 欸 至少有一個學生 如果至少有一個學生的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是說 好 我可以確定 存在有一個x x 是學生 但這句話並沒有限制 可以有多少個 對吧 至少有一個當然可以有兩個 可以有三個 可以有四個 對吧 但是我們日常語言在講至少 其實我們就是在講 存在量詞的意思 OK 好 好 那接下來各位就想 那如果至少存在兩個學生 至少有兩個學生 那我們應該怎麼講呢 如果至少有兩個的話呢 好 各位想想看喔 至少有兩個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如果我告訴你說 誒 這個 存在有一個x x 是學生 而且存在有一個y y 是學生 這樣可不可以 好 你會發現這裡面有一個 有趣的地方在哪裡 如果你只講 存在有一個x x 是學生 而且存在有一個y y 是學生 好 那你忽略了什麼事呢 你忽略的事情就是 x 跟y 會不會是同一個呢 說不定 對不對 如果我告訴你說 這個班上有一個同學 這個期中考100分 對不對 而且呢 我又告訴你 這個班上有一個人是長得很帥 對不對 那請問 長得很帥 跟期中考100分 這兩個會不會是同一個人 當然有可能 對不對 當然有可能是不同人 但是呢 也可能是同一個人 所以當我說 存在有一個x x 是學生 而且存在有一個y y 是學生 一定表示他不是同一個嗎 不一定 對吧 有可能 我講的這兩個學生 剛好就是同一個 好 所以 我們在翻譯 存在至少有兩個學生的時候 至少有兩個學生的時候呢 我們要小心的是 我們要 確定 我們一定要有兩個以上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你的翻譯呢 就必須是什麼呢 存在有一個s 存在有一個y s 是學生 而且y 是學生 而且 你要確定 s 不等於y 那當然 各位說 可是我們的語言裡面 沒有不等於這個東西啊 對不對 我們之前在 前面的單元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不等於這個符號 好 不等於這個符號是可以被定義的 它可以被定義成什麼呢 它可以被定義成 negation 括號 x 等於 y 也就是 x 等於 y 的否定 我們可以把 x 不等於 y 定義成 x 等於 y 的否定 就可以了 所以各位不用擔心 就是說其實 是可以透過定義來解決這個 符號的難題 好 那如果你需要的話 我們可以在這個 自己的筆記上 就把這個定義寫上去 就是我們把 x 不等於 y 定義成 negation 的括號 x 等於 y 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 各位想想看 我至多要怎麼翻譯呢 好 至多的翻譯是這樣 好 假設我告訴你說 最多有一個學生 那各位就要想 最多有一個學生的意思是什麼呢 最多有一個學生的意思是說 可能會有一個學生 但也可能沒有喔 因為最多嘛 假設有一個 跟他的另外一半講說 哎呀 我這一輩子 最多只會愛一個人 好 注意喔 各位想想看 我這一輩子 至多只愛一個人 什麼意思呢 好 意思是說 我最多只會愛一個嘛 那也可能我都不愛啊 我可能這輩子都不愛任何人啊 都有可能 對不對 那如果愛的話 最多最多不會超過一個 OK 所以這個要怎麼翻譯呢 這個翻譯很有趣 你看看齁 這個翻譯是用全稱量詞來翻譯 就是說 對所有的 x 來講 如果 x 是學生 則後面這件事會發生 哪一件事會發生呢 對所有的 y 來講 只要 y 是學生 那麼 x 就等於 y 這個 y 就一定會是 x 也就是說 對我任何可以找到的學生來講 我只要找到任何 y 是學生的話 那這個學生 就一定會跟 x 是同一個 那這樣子呢 你無論怎麼找 你都最多只能找到一個 OK 就是你怎麼樣找都只能找到一個 好 所以呢 只要你找到這個 y 最多都 s 好 那剛剛不是說過說 欸 那有可能沒有啊 但沒有要怎麼理解呢 好 各位注意看 這個是什麼句子呢 這個主要連接詞 除了量詞這個 operator 之外 各位有沒有發現 它的主要連接詞落在哪裡 是不是落在 第一個箭頭這個條件句上面 對不對 所以各位不妨把這個箭頭圈起來看一下 這個箭頭很有趣 各位想想看 假設我都找不到學生 意思是說你前面那個 s x 就表示 x 是學生 你帶任何東西進去他都為假嘛 因為沒有學生嘛 對不對 好 所以呢這個時候如果前件為假 各位想想看喔 如果前件為假 整個條件句會怎樣 會為真 對不對 我們在古典邏輯語譯學的時候 曾經教過各位 如果前件條件句的前件為假 那麼其實整個條件句還是為真的 所以即使不存在任何學生 對這句話的真假詞來講 它根本就不影響這句話真假詞 這句話仍然為真 所以這個就是至多 那後面這個條件呢 通常我習慣性把它稱之為限制性條件 也就是說呢 我要把那個 y 跟那個 x 一定要綁在一起 ok 所以這樣的話你就永遠不會超出 x 的範圍了 所以對所有的 x 只要你找到 x 是學生 那你其他的找到的一定是 x 那這樣你就永遠找不到第二個 因為你找到的永遠都是 x 那接下來我們如果至多有兩個學生怎麼辦 我們可以找到 對所有的 x 對所有的 y 來講 前面一樣對不對 x 是學生 而且 y 是學生 而且 x 不等於 y 這個條件滿足之後 假設我能夠滿足這個條件 則後面這件事會發生 就對所有的 z 來講 z 是學生 如果 z 是學生的話呢 後面這件事會發生 哪件事會發生 這個 z 要嘛是等於 x 或者這個 z 會等於 y 也就是說 除了 x 跟 y 之外 你一定找不到第三個嘛 最多兩個意思就是說 ok 你有可能找到 一個 x 跟一個 y 這兩個都是學生 而且 x 不等於 y 好 這個條件滿足了 那麼你找到 z 呢 要嘛就是 x 要嘛就是 y 那各位請注意這件事情 也許有同學會眼尖的同學會發現說 在最後面那個句子的括號裡面 我並沒有把 z 等於 x or z 等於 y 加上一個括號 對不對 也許有些同學會覺得說 在這裡不是應該加一個括號嗎 對不對 因為要條件句後面這件事要發生嘛 不過呢 根據我們的強度的約定 各位還記得我們強度的約定 我們在強度的約定裡面呢 就告訴過各位 or 的這個連接詞的強度 b 箭頭要來的強 所以即使我沒有加上這個括號的話呢 它的讀法也是 z 等於 x or z 等於 y 這個是可以加括號的 在這個位置可以加括號 因為它的強度的關係呢 是這個樣子 ok 接下來更有趣的是這件事 各位不妨想想 我們剛剛學會了至少 然後也學會了至多 那怎麼樣叫做恰好 就是 exactly 如果剛剛好一個 恰好一個要怎麼翻譯呢 恰好一個意思就是至少一個 而且至多一個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我們是不是就把剛剛那個至少有一個學生 我們剛剛有翻譯過這個嘛 然後也翻譯過什麼 至多有一個學生 對吧 然後我們就把兩個用 and 連接起來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會不會是恰好一個呢 各位想想看 就是如果我告訴你 這個理由是什麼呢 為什麼至少一個 跟至少一個 跟至少一個 連接起來 它是不是就恰好一個呢 其實不是喔 各位要小心 你如果把至少一個 跟至少一個 跟至多一個 用 and 連接起來 它其實不會是恰好一個 理由是什麼 各位不妨想想看 我給各位 30 秒的時間 各位想想看 欸 這個理由是什麼呢 為什麼至少一個 跟至多一個 我用這個 and 連接起來 不是恰好一個 不是應該這樣就是恰好一個了嗎 為什麼不是呢 各位想通了嗎 其實關鍵點在這裡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如果你用 and 把它連接起來的時候呢 這個 and 會變成主要連接詞 那它變成主要連接詞 會出現什麼情況呢 就是我如果要來分解這個句子的時候呢 那我會把它分解成兩個句子 分成哪兩個句子呢 一個是 for some x s x 另外一個句子是 for all x s x 則對所有的 y for all y 來講 sy 則 x 等於 y 我會分成這兩個句子 也就是說我會把至少一個 跟至多一個句子呢 如果要分解的時候 因為主要連接詞 and 我會把這兩個句子分開來 那一分開來 根據各位從小的數學敏感度 各位就會知道 你一旦分開之後 這個 x 還會是同一個嗎 就不一定了 對不對 你會發現 你如果把它分開來 變成兩個不同的式子的時候呢 我就沒有辦法保證 前面這個式子跟後面這個式子的 x 會是同一個 對吧 因為他們就在不同的式子裡面 所以呢 一旦你用這樣的方式呢 把兩個句子連接起來 其實它沒有辦法 讓它的 x 會是可能 一定要要求它是同一個 這個並辦不到 因為呢 你如果把兩個句子分開的話 我們就不保證這個 x 會是同一個 所以問題在哪裡 問題在於說 當我們要翻譯說 至少一個 至多一個的時候呢 我們必須保證 它裡面講的 x 要是同一個 因為這樣才會剛好一個 對吧 所以這時候怎麼辦呢 其實各位看一下 我們的翻譯就要變成 以下這個樣子 假設我們恰好有一個學生 那我們的翻譯就會變成 存在有一個 x 是學生 而且 對所有的 y 來講 只要 y 是學生 那 y 一定是 x 那各位有沒有發現 前面這件事告訴我們說 至少有一個 x 是學生 所以至少 存在有一個學生 而且 後面這個限制性條件告訴我們說 喔 對所有的 y 來講 只要 y 是學生 那 y 就一定跟 x 是同一個 意思就是不會超出 x 對不對 所有的 y 都一定跟 x 同一個 所以 最多就只有 一個 而且至少也有一個 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它就是恰好有一個 所以呢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翻譯 就是對我們來講 怎麼去確定恰好一個 這件事情呢 是要讓我們保證說 喔 我那個 x 呢 不會多於一個 對吧 如果我們把它 分成兩個句子的時候 我們就沒有把握那個 x 會不是同一個 好 所以恰好有兩個學生 怎麼辦呢 跟剛剛的翻譯一樣 我們就翻成 存在有一個 x x 是學生 存在有一個 y y 是學生 而且 x 不等於 y 好 這是兩個嘛 至少兩個 這是剛剛至少兩個翻譯 好 一樣 我們把限制性條件放進來 就是對所有 z 來講 只要 z 是學生 那麼 z 要嘛是 x 要嘛是 y ok 那這樣的話 我就可以確定它是 恰好 有兩個 接下來 我們還有一個有趣的 這個常用詞 常用的語詞 就是 only 只有 只有這件事情其實有 有點有趣 就是各位想想看 假設呢 我跟各位說 我們班上呢 這個期中考 只有一個人一百分 那什麼意思呢 只有一個人一百分 就是說 我可以找到這個班上 有一個人是一百分 對不對 那其他人都不是 也就是說呢 他除了說明這個人一百分之外呢 他還要去排除其他人不是 這個情況 對吧 所以呢 我們的 only 是這樣翻譯 就是假設我跟各位說 只有小乘期末乘機不及格 你的翻譯就要告訴我說 小乘期末乘機不及格喔 而且怎麼樣 而且其他不是小乘的人 期末乘機都應該及格 這兩件事要同時說明 我們才能夠明白的表達只有 所以呢 我們如果給 a 代表小乘 那 px 代表 x 的期末乘機及格 翻譯語句就會變成這樣子 就是說 negation p a 各位告訴我negation p a 是什麼呢 沒有錯 negation p a 意思是 小乘不及格嘛 那各位如果把 n 的後面整句話都遮起來 你只告訴我小乘期末乘機不及格 可是你沒有告訴我 只有它不及格啊 因為我現在的句子是 只有它不及格 所以你後面要加上一個說明 這個說明是什麼呢 就對所有的 x 來講 如果 x 是學生 而且 x 不是 小乘 只要 x 不是 小乘喔 那麼我們就可以推出 x 期末乘機就及格了 這樣的一個翻譯呢 才能告訴我說 只有小乘期末乘機不及格 而其他呢都及格了 接下來我們來談談這個 論譯的問題 各位應該有注意到 我們剛剛在談翻譯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並沒有談到 我們談的對象是什麼 對不對 我們沒有特別限制我們的對象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用一個有限制對象的方式 來做這個翻譯 那我先介紹一下什麼叫做論譯 其實論譯的意思是指說 當我們在使用這個量詞的時候 其實我們對這個量詞 所指設的對象所形成的集合呢 其實我們會有一點想法的 好比說我舉個例子 假設各位現在跟我在教室裡面 各位不妨想想看 假設你現在在教室裡面對不對 然後呢 老師就當著大家同學的面說 好 全部的同學站起來 好 請問各位 這個時候誰會站起來呢 當然是 現在在教室裡面的所有同學 大家會一起站起來 對吧 為什麼 因為我在指設的時候 我要的這個 我講說這個全部的同學站起來 意思是 我們這個教室裡面全部的同學 各位會自然而然想到 老師的指令是對這個教室的全部同學而言 對不對 換言之當我說 全部的同學站起來的時候呢 不會隔壁班的一起站起來嘛 對吧 你們在這個班級上課的同學 不會去聽隔壁班老師的指令嘛 對不對 萬一我們在這邊上課對不對 然後你聽到隔壁班老師說 全部的同學站起來 那你就想 因為我是同學所以我就站起來了 你不會做這種動作 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 你不在他談論的那個範圍裡面 對不對 就是那個老師的指令 只對那個班級有效 不會對我們這個班產生效果 對不對 因為我們這個班 不會去聽隔壁班老師的指令 這個班只會聽這個班老師的指令 那這個其實就是各位在 聽那個量詞的時候 其實 自然而然我們心裡面就會想說 欸 對啊 當那個有人用到這個量詞的時候呢 我就知道他要講的是什麼 對吧 好比說我再舉個有趣的例子 假設有一個女生抱怨對不對 他就說 全部的男生都是壞蛋 對吧 為什麼呢 因為他交過的男朋友都是壞蛋 好 那你就說 那你怎麼 你就說你的男朋友就好了 幹嘛扯到我們所有的男生呢 好 這個時候你就要想 他講全部的男生是壞蛋的時候呢 他也可能就跟你說什麼 我講的就是我所有的男朋友 我又沒有說你 對吧 你幹嘛對號入座我也沒有要講你啊 好 意思是說 他在講全部的男生都是壞蛋的時候 有可能 他談論的範圍 只限定在他交往過的那些男生 跟別的男生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也有可能啊 所以呢 我們對那個論譽的那個爭論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在不在那個集合裡面 在某些情況下他其實是有險爭論的對不對 就好像這個 我回家的時候如果聽到我太太跟我說 全部的男生都是壞蛋的時候 欸 那我到底要不要覺得我在這個全部男生裡面呢 以前我們在說的時候是說 這個因為是一個周延的語詞 對不對 所以我一定這個包含在內 但是呢 你如果放到這個論譽的 這個問題裡面來的時候 欸 有時候他即使講全部的男生 都不見得把我包含在內喔 說不定他是要講什麼 講他們公司裡面所有的男生 或者講他學校裡面全部的男生 跟我其實沒有關係 OK 就好像我們剛剛講的一樣 我說這個全部的同學站起來的時候呢 我們這個班的同學會站起來 隔壁班不會站起來嘛 因為隔壁班 不在我們這個討論的範圍裡面 或者我們這個指涉的這個範圍裡面 它並不在我們這個集合裡面 所以呢 即使我們在講這個量詞的時候 有時候 我們呢 其實不是那麼單純的只考慮 全有或全無 有時候我們會考慮到 欸 我可能只有談論一個範圍而已 好 所以我們剛剛在做翻譯的時候呢 各位發現 我們其實沒有對論譯做任何的限定 我們是說 我們論譯其實就是所有的對象 好 所以當我們在翻每個人都愛每個人 或者每個人都愛某些人的時候呢 我們其實 都是用全部的對象作為考慮的對象 好 那現在呢我們就要來 來舉個例子 就是說假設我們把這個論譯呢 限制在人 好 限制在人的意思就是說呢 我們考慮的這個集合呢就是 有一個集合 x 對不對 然後這裡面的元素 裡面的element都是人 就是 x 是人 只要是人 我就把它丟進來 好或者是你也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式來 用列舉的方式 就是把所有人都列在裡面 從蘇格拉底啊 柏拉圖啊 亞里斯多德啊 富豪症啊 什麼什麼什麼 全部都放在裡面 對吧 這個其實就是 用 羅列的方式把所有的 element 所有的元素 一個一個列出來 這樣也可以 那你喜歡用哪一個都可以 好 那如果我們把這個論譯呢 限制在人的時候呢 我們的翻譯會不會有不一樣呢 當然會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我們剛剛是對所有的對象 所以呢 我們需要一個一元素詞 這個一元素詞是什麼 是 mx x 是人 就是 x is the main 就是 mx 代表 x 是人 或者說 x is the main 對不對 意思是說 我需要一個一元素詞來確定 我現在談論的對象 如果這個 x 是人 則什麼事會發生 我們剛剛都是這樣翻譯的 好 現在呢 當我們如果 把這個論譯呢 限制在人 也就是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 discourse domain 放在所謂的這個 人的這個部分 就是 我們如果這個 domain 裡面 只有人的話 我們其實是不需要再去 強調 一元素詞 就 x 是人 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會少了一個 一元素詞 好 所以呢我們就來看看 好 我們的考慮 domain 是人的情況 翻譯會有什麼差別呢 我們只需要考慮一個 二元素詞 就是 x i y 那在這個翻譯裡面呢 我們特別把剛剛我們常用的語詞 也加進來考慮一下 第一個 各位想看 如果我告訴你 每個人都恰好愛一個人 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呢 對每一個人來講 他都可以找到一個人是他愛的 對不對 而且最多他就只愛這個 也就是說 對每一個 x 來講 至少找到一個 y 對不對 然後這個 x 愛 y 而且呢 對所有的 z 來講 只要 x 愛 z 那 z 就一定是 y 換言之 後面意思就是最多最多只有一個 那正如我剛剛講的 我們剛剛都說 如果我告訴你說 有些人愛某些人 意思就是說 至少找到一個 x 找到一個 y 那 x 會愛 y 那這時候各位就要想看喔 這個 x 跟 y 有沒有可能是同一個 當然有可能 在我們剛剛的翻譯裡面對不對 如果我沒有特別注明 x 不等於 y 的話 這個 x 當然可能等於 y 就像各位看到這個情況一樣 就是說 每一個人都恰好愛一個人 他愛的這個會不會剛好是他自己呢 也就是 x 跟 y 會不會是同一個呢 當然有可能 對吧 可能剛剛好 這個人愛的就是他自己 對吧 他恰好愛一個 而愛的人剛好是他自己 當然有可能 當然有可能不是他自己 也有可能是他自己 換言之 x 等於 y 也是有可能的 x 不等於 y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 因為我們有給任何的限制的條件 但是呢 如果我們跟 m 來做比較的話 你就會發現喔 每個人都恰好愛另外一個人 表示 這個人剛好愛一個人 而且呢 每個人愛的那個人一定 剛好不會是他自己 這個時候 你就要加進一個條件是什麼呢 你要加進一個條件就是 這個時候 x 就不可以等於 y 了 在跟上一句的比較 你會發現 我們在這裡呢 要加上一個條件 這個條件是什麼 就是加上 x 不等於 y 這個條件 意思是說 我要讓愛的人呢 他所愛的那個對象 y 不會是他自己 這樣才是恰好愛 另外一個人的意思 也就是說愛的不會是他自己 那接下來 如果每個人只愛他自己 意思就是 你當然也可以有很多翻譯對不對 提醒各位一下 就是說 我這個翻譯一定不是固定的 也不是只有這樣翻 就是跟剛剛一樣 我們其實可以找到很多 等值語句來翻譯 那那個等值語句 如果各位翻譯完之後發現 這個我不太確定它是不是等值的 那就歡迎各位呢 來問助教 因為 其實 這個是不是等值 我們都可以檢查的 就是說 我們只要這個檢驗的話 我們都可以知道 所以你問助教也可以 問老師也可以 我們都會 協助你來檢查一下 它是不是一個等值語句 好 那每一個人只愛他自己 我們會怎麼翻譯呢 除了他自己之外 他不會愛其他人 對不對 所以呢 對所有的 x 來講 x 都愛自己 我們每一個人都愛自己 而且呢 對所有的 y 來講 只要 y 不是 x 那 x 就不會愛完 假設我把 n 的後面這句話拿掉 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每個人都愛自己 對吧 因為對所有的 x 來講 l x x 意思就是說 對每個人來講 每個人都愛自己 那後面那件事是要做什麼事呢 後面那件事是說 因為我們剛剛有翻譯過只有 對不對 只有的意思是說 對其他不是自己的人 他就排除掉了 對不對 因為只要不是他自己 那他就不愛他 ok 好 所以 這個呢其實是 用剛剛的 只有 only 翻譯的方式呢 來翻這句話 那如果每個人 最多只愛自己呢 那就要小心喔 如果每個人 最多只愛自己的話 那表示什麼 每一個人愛 可以愛他自己 可是有沒有可能 有人不愛自己呢 當然有 對不對 因為至多的意思是 可以沒有的意思 就是可以不愛自己的意思 好 所以這時候 你的翻譯的時候 要小心就是 我們會告訴你 只要 x 愛 y 就是所有的情況 那 x 愛 y 那你一定可以推出 x 等於 y 那在這個裡面 因為它是用條件句 所以你會發現 你用的是箭頭 就是那個 conditional 所以你會發現喔 前面這個 l x y 它其實是假的也沒有關係 對不對 即使 x 愛 y 最近是為假 ok 沒關係 整句話還是為真 那這句話只是告訴你說 只要你發現 x 愛 y 那 x 跟 y 一定是同一個 所以人最多只會愛自己 ok 就是說如果我們要告訴別人說 喔 對啊 我們的人喔 最多只會愛自己 他不可能去愛別人的 那我們講的其實就是這個意思嘛 就是 喔 對 只要 x 愛 y 那它那個 x 跟 y 一定是同一個 除了這個不可能有其他情況了 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讓各位來 比照一下 好 我們剛剛其實在 這個沒有論譽的時候呢 我們的這個 有些人愛某些人的翻譯 我們翻譯過了對不對 好 那如果是論譽是人 也就是說我們的 domain 限制在人的時候 那有些人愛某些人 我們要怎麼翻呢 好 其實我們只要這樣翻就夠了 我們就翻說 至少存在有某個 s 存在有某個 y x 愛 y 那為什麼呢 你有沒有發現在這裡 我們不再強調 x 是人 我們也不再強調 y 是人 好 那我們不妨跟沒有論譽的情況 來做一個對照 好 各位可以對照一下 在沒有限制討論的對象的時候呢 沒有 domain 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用這樣的翻譯 就是 存在有某個 s x 是人 對不對 而且至少存在有某個 y y 是人 而且 x 愛 y 所以你就會發現 這兩個的差別就在於 它我們有沒有限制 domain 是人的話 我們就不用再去強調 一元素是 x 是人 這個部分 也不用去強調 y 是人 這個部分 那接下來 有些人愛 除了自己以外的某些人 什麼意思呢 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至少可以找到一個人 他會愛另外一個人 而且那個人還不是他自己 那這個怎麼翻呢 我可以找到某個人 去愛某個人 對不對 一樣 各位想看 你如果把 x 不等於 y 拿掉 它的意思是不是跟我們剛剛的 有些人愛某些人是一樣的 所以那個 x 不等於 y 只是要強調說 我至少可以找到有一個人 他愛的那個人不是他自己 他其實就是有些人 愛除了自己以外的某些人 那如果我們再加上一點點限制條件 有些人 只愛除了自己以外的其他人呢 意思是說 他愛的那個人一定不會是他自己 對不對 剛剛的意思只是說 他會愛一些其他人 可是愛不愛自己沒有關係 他也可以愛自己也可以不愛自己 但是呢 g 的意思是說 他其實只愛除了他自己以外的其他人 他一定不會愛他自己 所以你要記得我們在翻的時候呢 我們就是要 把這個意思翻出來 就是說 對 我們其實就是 除了他自己以外的人他才會愛 所以 對所有的 y 來講 只要 x 愛 y y 就一定不會是 x 意思就是 y 一定不會是他自己 好 接下來 我們再來看一下 有些人呢 不愛除了自己以外的某些人 我至少可以找到一個 y 那個 y 不是我自己 而我不愛他 如果我找到一個 y 呢 我是不愛他的 那麼 我就可以確定 至少這個 y 不是 x 自己 那接下來 有些人不愛除了自己以外的其他人 那就是 其他全部人都要被排除喔 不是只有某些人被排除而已喔 他的意思是說呢 除了他自己以外 他誰都不愛 對不對 這個叫 有些人不愛除了自己以外其他人 就是有些人他會站出來跟你說 喔 除了我自己以外呢 其他人我都不愛 好 這個就是符合他這裡講的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就要說 喔 意思是說 好 只要呢 不是我自己 我就不愛他 至少可以找到這邊來給 S 這個 S 是告訴別人說 喔 只要你這個 y 不是我 那我就不愛他囉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看 回憶一下我們的這個量詞跟連接詞的部分 好 我們的量詞跟連接詞呢 其實我們之前呢 做過一個簡單的練習是什麼呢 我們在語言的地方曾經練習過就是 量詞的位置變換 那麼它的這個意思呢也會改變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 如果連接詞的 scope 不一樣 就連接詞管的範圍不一樣 它的意思是不是也會不一樣 我們有幾組呢可以來讓各位比較一下 第一組是各位很熟悉的 存在有某些 x 對所有的 y 來講 x 對所有的 y 都有 r 關係 另外一句話是說 對所有的 y 來講 都可以找到某些 x 跟 y 會有 r 關係 第二組呢是 第一個句子是說 對所有的 x 來講 x 都是 r 或者是對所有的 x 來講 x 都是 q 第二個句子的意思是說 對所有的 x 來講 x 是 r 或者 x 是 q 第三組語句呢是 第一個句子是 存在有某個 x x 是 r 而且 x 是 q 第二個句子的意思是說 存在有某個 x x 是 r 而且存在有某個 x x 是 q 那第四組呢 第一句話的意思是說 對所有的 x 來講 x 都是 r 而且 x 是 q 後面這句話的意思是說 對所有的 x 來講 x 都是 r 而且對所有的 x 來講 x 都是 q 我們現在呢要讓各位來判斷看看 這兩個句子的意思會不會一樣 換言之 它是等值的嗎 那如果它是不等值的 那會不會有哪一個是蘊涵哪一個呢 比如說是左邊蘊涵右邊 或者是右邊蘊涵左邊 那我們從 a 開始 a 這組語句呢是我們之前曾經說明過的 就是說 第一句話的意思是說 存在有某個 x 對所有的 y 來講 x 都跟 y 有 r 關係 第二句話的意思是說 對所有的 y 一定可以找到某些 x 它跟 y 會有 r 關係 那我們曾經比較過這兩句話 對不對 各位還記不記得 這兩句話應該是哪一句 蘊涵哪一句呢 這兩句話應該是前面 就是你的左邊 會蘊涵右邊這句話 對不對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存在有個 x 它跟所有的 y 都有 r 關係 我可以推出來 所有的 y 都可以找到 x 跟它有 r 關係 沒有問題 但是呢 後面這句話呢不會印含前面這句話 為什麼 因為 對所有的 y 來講 我都可以找到 x 跟它有 r 關係 不能夠證明 x 會是 同一個 換言之 如果我可以證明 所有的 y 都跟同一個 x 有 r 關係 那麼所有的 y 當然都找到 x 跟它有 r 關係 可是 所有的 y 都可以找到 x 跟它有 r 關係 並不能推出 x 會是同一個 所以 它的重點就在於說 在這個情況之下我們可以確定 左邊會蘊涵右邊 右邊不會蘊涵左邊 接下來 再讓各位來試試看 b 這一組語句呢 它是 for all x rx or for all x qx 然後是左邊這句話 右邊這句話是 for all x rx or qx 各位告訴我這兩句話哪一句話會蘊涵哪一句話呢 或者是這兩句話根本就是等詞的呢 假設 我給各位的數詞長這個樣子 就是 rx 表示什麼 x 戴帽子 qx 表示 x 戴眼鏡 那請問左邊這句話什麼意思 左邊這句話假設論譯就是我們這個班上的同學 對不對 好 那麼各位就想想看喔 第一句話意思是說 現在在班上這些全部的同學 或者是全部的同學都戴帽子 或者全部的同學都戴眼鏡 這是左邊這句話的意思 右邊這句話意思是說 全部的同學 或者戴帽子 或者戴眼鏡 請問這兩句話意思也不一樣 顯然不一樣對不對 第一句話意思是說 班上全部的同學都戴帽子 或者我們班上全部的同學都戴眼鏡 換言之它 第一句話如果成立的話 它只有兩個場景對不對 一個場景是我現在看到全部的同學都戴著帽子 另外一個場景是我看到全部的同學都戴著眼鏡 這是左邊這句話的意思 其實右邊這句話意思只是說 全部的同學或戴眼鏡或戴帽子 所以我這樣一眼看過去 其實可以什麼樣 可以有些人戴著帽子 有些人戴著眼鏡 這是右邊這句話的意思 所以這兩句話顯然它的場景想像起來是不一樣 好 現在問題來了 這兩個場景顯然不一樣 那請問哪一個蘊涵哪一個 其實是我們的左邊會蘊涵右邊對不對 因為其實如果全部人都戴帽子 表示全部人都戴著帽子或眼鏡 全部人如果都戴眼鏡 也表示全部人都戴著帽子或眼鏡 可是呢 如果全部人或戴帽子或戴眼鏡 並沒有辦法推出來全部人都戴眼鏡 或者全部人都戴帽子 並沒有辦法推出這個結論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左邊會蘊涵右邊 可是右邊會不會蘊涵左邊呢 其實是不會的對不對 很明顯 右邊其實不蘊涵左邊 因為所有的人或戴帽子或戴眼鏡 並不能推出所有人都戴眼鏡 或者所有人都戴帽子 那接下來第三組呢 第一個場景是說 存在有一個X X是R 而且X是Q對不對 所以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是說 剛剛我們說過 如果把RX 想像成戴帽子 QX是X戴眼鏡 所以左邊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我可以找到有一個X X戴著眼鏡 而且X戴著帽子 右邊這句話是說 我可以找到有一個X X戴著帽子喔 RX 嘛 X戴著帽子 而且我可以找到有一個X X戴著眼鏡喔 可是問題又來了 我如果在班上可以找到有一個同學戴帽子 我又可以在班上找到有一個同學戴眼鏡 請問這兩個會不會是同一個呢 不一定 對吧 就是剛剛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們在講解的時候呢 我有跟各位說過 我們在翻譯恰好一個的時候呢 就是不能夠用 至少一個跟至多一個 把這兩個用AND連接起來 為什麼 我剛剛強調過 因為這樣的話它 X不見得是同一個 這個呢同樣的情況會發生在這個句子上面 各位發現我們這裡呢 有一個句子是 存在有一個XX戴帽子對不對 就是存在有一個SRX表示 存在有一個XX戴帽子 而且呢存在有一個XX戴的這個眼鏡 QS對不對 可是即使我用AND把它連接起來 這兩邊的X會是同一個嗎 不一定 對吧 各位發現不一定對不對 因為它其實可以是兩個不同的X 所以呢 它跟前面左邊這句話的差別就在於說 左邊這句話是表示 戴帽子跟戴眼鏡是同一個人 可是呢 右邊這句話呢 並不一定要同一個人 所以呢 哪一個會蘊含哪一個呢 很明顯 當然是 左邊會蘊含右邊 那右邊這句話 右邊蘊含左邊這句話 當然不會 因為它不見得是同一個 接下來 各位注意看這個句子 這個句子是說 對所有的X來講呢 X都戴帽子 而且X都戴眼鏡 第二句話是說呢 對所有的X來講 X都戴帽子 而且對所有的X來講 X都戴眼鏡 請問 這兩個句子 有沒有一樣呢 其實是一樣的對不對 為什麼呢 你會發現 如果告訴你這個班上 所有人都戴眼鏡 而且所有人都戴帽子 當然啊 那所有人都戴帽子 而且每個人都戴眼鏡 其實這兩個場景是完全一樣的 其實這兩個句子呢 基本上它會是等值的 換言之就是說 我要提醒各位就是 我們還是要進行這些判斷的時候 量詞跟這個主要連接詞的差別呢 不一定它拆開來的時候 一定不等值 我們還是要 就這樣的一個句子呢 來做判斷 才是比較合理的 好 所以這個提醒大家 怎麼樣去看 這個量詞跟連接詞 之間的這個位置 所造成的一些 這個語句的意思的這個變差異 就是它到底有沒有不一樣 還是說這個句子的意思呢 其實是一樣的 或者說這個句子呢 它其實是等值的 那這個呢其實都是我們 今天的課程很重要的一個練習 就是我們要去練習知道 什麼樣的句子等值的 什麼樣的句子呢 是不等值的 那這樣我們的那個思考 才會比較清楚 那接下來我要進入到 12.6 確定描述詞的部分 那確定描述詞呢 它其實是一個重要的 邏輯上的理論 那它主要是要做什麼事呢 它做的就是 它是由英國有名的邏輯學家 Benton Russell 所提出來的 他做的事情是這樣 就是說 他在問了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說 如果我們有一個語句的主詞 沒有指涉對象的時候 我們能不能說這個語句有真假值 各位想想看 什麼叫做語句的主詞 沒有指涉對象呢 好比說 我舉例子 如果各位想想看 假設我跟各位說 楊過的老婆是黃龍 我猜這個 如果跟我一樣有看武俠小說的同學 對不對 馬上就會糾正我說 老師你錯了 這個楊過的老婆呢 是小龍女 而不是黃龍 好 那各位想想看喔 這個楊過 是一個實際存在的人嗎 當然不是嘛 小龍女是一個實際存在的人嗎 也不是嘛 那對不存在的人 你怎麼可以說他有什麼性質呢 好比說我舉個例子 假設我跟各位同學說 你想想看喔 如果我跟各位同學說 我的太太長得很漂亮 好 那你們就跟我說什麼呢 老師 那把你太太帶來 我們看看喔 哪天我把我太太帶來 對不對 然後你看看 老師你說得對 你太太真的長得很漂亮 對不對 好 那假設說呢 有一天我又跟各位同學說 喔 傅老師的小三很漂亮 那那個同學又說 老師那就把你的小三帶來看看 然後老師又跟他說 很抱歉 我的小三不存在 這個世界上沒有存在一個東西 叫做傅老師的小三 那怎麼辦呢 你沒有辦法把一個 不存在的東西 抓過來說 咦 你們來看看他長得漂不漂亮 就 我的太太是存在的對象 所以 我可以把我太太這個帶過來給大家看 喔 你看 這個 這個傅老師的太太到底長得漂亮 對不對 所以傅老師的太太長得很漂亮 這句話為真 為什麼呢 因為 我們可以把 傅老師的太太帶到這個課堂上來 然後讓大家看一看 這的確長得很漂亮 所以 我們會覺得 這個傅老師的太太長得很漂亮為真 好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我又告訴各位同學說 傅老師的小三長得很漂亮 OK 那各位就說 老師那一樣啊 我們要用一樣的方式對不對 那把小三帶來看看啊 是不是長得很漂亮 那我就跟各位說 不好意思喔 我的小三不存在喔 所以我沒有辦法帶來給你們看 那這時候你們就會覺得 那這句話還有真假值嗎 傅老師的小三很漂亮 還會有真假值嗎 跟剛剛 傅老師的太太很漂亮有沒有差別呢 當然有差別 對不對 因為 這個時候我沒有辦法把那個 對象帶來給你看 他到底長得很漂亮 所以你 根本就不可能去判定他的真假值嘛 對吧 好 那可是各位講 剛剛我們在講 楊過的老婆 是黃龍 這句話是假的 那真的是什麼呢 楊過的老婆是小龍女 這句話才是真的 那我們就有剛剛的疑問喔 那你能不能把楊過帶來我看看 小龍女帶來我看看 沒有辦法嘛 因為他不是 實際上存在的人物嘛 對吧 那這時候我們怎麼去判斷這個句子的 真跟假呢 既然都沒有人 沒有存在的對象 那我們怎麼去判斷他的真假 好 所以呢在十九世紀末 Fragge 在創建這個 邏輯系統的時候 他就想過這個問題 他就問說 欸 如果 如果 一個不存在的對象 我可不可以給他一個name 就是給他一個名字 去稱呼他 就是我給他取個名字 對不對 好 那取名字 在邏輯上會有什麼樣的一個後果呢 好 當時Fragge 就想說 如果我給一個name的時候 沒有這個指示的對象 一般來講 在英文裡面我們叫empty name 一般翻譯就叫空名 就是這個 這個名字沒有指示的對象 就好像你 剛剛說這個 傅老師的小三一樣 好 它其實是一個 只要指稱一個東西 可是呢它就沒有指稱的對象 因為 找不到吧 你找不到這樣一個 對象的時候呢 欸 你就發現它就是一個空名的情況 找不到 對不對 好 那找不到怎麼辦呢 當時呢 這個羅素呢 它也講出了另外一個原則 就是說 欸 其實呢 我們在給名字的時候 通常會有存在預設 什麼意思 就是當我說一個 把名字 這個 賦予一個名字的時候 通常我們就會 因為假設這個名字是指設了某一個東西 所以呢 後來我們就把它叫做fido-fido principle 就是說 欸 我們給了一個名字 每次呢 假設我跟各位說 我的這個狗呢 fido 怎樣怎樣怎樣 對不對 然後你們就說 欸老師那你就把你的狗帶來我們看看啊 我的狗長得很可愛啊 那我的狗叫fido 那你說欸老師那你把你的狗帶來看看 那我就說 可是呢我的狗不存在啊 因為我沒有狗啊 我沒有養狗啊 那你沒有養狗 你怎麼會給你的狗取名字呢 欸這個就很怪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其實在這個邏輯裡面會遇到這個難題 就是說 我們其實會有 存在預設的問題 就是說 就是我們給一個 name 通常我們就預設這個東西是存在的 它是客觀存在的 那 flag 當時覺得 這個對我們來講非常的困擾 因為 在邏輯裡面如果我們要去 談論它的這個 論證 語句的真假或者論證的有效的時候 如果我們 有這樣的一個 干擾的時候呢 我給一個name 然後你又告訴我說 欸這個東西不存在 那我根本就沒有辦法 處理這個邏輯語句嘛 因為 我沒有辦法確定 這個真假的問題 所以當時flag 的這個策略是說 好 為了保證我們的邏輯推論是順利的 所以它當時的策略就是說 這樣的句子呢 本身是 這樣的語詞 就是空名這樣的語詞呢 其實是不完美的 所以我們把它排除在我們的邏輯源之外 我們邏輯源裡面 不容納這種 空名的東西 換言之 如果按照flag 的這個理想 我們去談 楊過的老婆是黃龍 或者楊過的老婆是小龍女 這種句子都是沒有真假值的 為什麼沒有真假值 因為 你不可能找到有一個實際的對象 是這個名字所指涉的對象 然後來確定它有沒有什麼性質 OK 這個是flag 的策略 就是說 我們把這些 什麼小說啦 什麼這些都排除掉 因為這個談論真假都沒有意義 因為那個都是人自己 編出來的 不是在談論這個世界上 實際的狀況 所以 當時呢 這個flag 的想法是這樣 但是後來呢 這個羅素覺得 這個策略好嗎 假設 好 我們回答這個問題的方式說 好 只要這個語句沒有指涉對象 那麼 這個句子呢 就沒有真假值 好 它的難題在哪裡 哇 它的難題最有趣的在這裡 它的難題在於說 萬一 我就說這個東西不存在 好 它是一個不存在的東西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好比說 請問各位 我剛剛說假設 這個 傅老師的小三 對不對 那個 其實沒有 傅老師沒有小三嘛 因為傅老師小三不存在 對不對 好 那現在我就跟各位說 傅老師的小三不存在 這句話正來講呢 好 如果我要強調 這個對象真的不存在 那它當然為真啊 就好像我現在如果強調說 楊過不存在 ok 這小說的人物嘛 楊過不存在 或者小龍女不存在 或者白雪公主不存在 欸 結果呢 這句話反而是真的嘛 對吧 因為它真的就不存在啊 我正好是要強調它不存在 所以對我們這個現實世界來講 強調某些東西不存在為真 對吧 這些東西不存在為真嘛 好 那問題就來了 Frag 能不能夠回答這個問題呢 不行 為什麼 因為對 Frag 來講 他認為說 你只要討論的那個主詞沒有指示的對象 這句話就沒有意義了嘛 所以呢 這句話如果沒有真假值的話 那剛剛講的白雪公主不存在 楊過不存在 小龍女不存在 這些句子應該為真啊 但是 Frag 就沒有辦法處理了 ok 所以羅素的當時就想到這樣的一個疑問 就是說 這樣子的話呢我們好像應該 要來 理解一下這個不存在的意思 我要怎麼表達 顯然這句話是真嘛 白雪公主不存在 楊過不存在 小龍女不存在 傅老師的小三不存在 對 這些句子都是真的 那我怎麼表達這個不存在的語句 ok 所以 羅素當時呢就想到一個方法 就稱之為 確定描述詞 這樣的一個方法 好 那他的方法呢 我們可以先來比較這兩個句子 各位想想看 好假設我跟各位同學說 現任法國總統是禿頭 跟第二句話 現任法國國王是禿頭 這兩句話一不一樣呢 好像不太一樣對不對 如果你告訴我說第一句話 我要你判斷真假 你會說什麼呢 好 第一句話應該為假 為什麼第一句話為假呢 因為我們都知道 現任法國總統不會是禿頭 就像我剛剛 跟各位說 傅老師的太太很漂亮 這句話為真 各位會要求我做什麼 沒錯 就是把 傅老師的太太帶到課堂上 讓大家看一看 喔真的很漂亮 所以 傅老師的太太很漂亮 這句話為真 ok 那一樣 我們要說 這個現任法國總統是禿頭 這句話真還假 那我們就去把 法國總統的照片拿出來 對不對 在課堂上秀給大家看 這個是 現在的法國總統馬克宏 對不對 你看看他這個 很年輕嘛 所以他這個還沒有禿頭 對不對 所以你看他這個 頭上這個 頭髮很多對不對 所以呢 現任法國總統是禿頭 這句話為假 為什麼 因為我可以 秀馬克宏的照片給你看說 你看他其實就不是一個禿頭 對吧 好 那第二句話 等麻煩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欸 現任法國國王是禿頭 那你會說 欸 對老師 現在我們找不到 現任法國國王啊 就像我不能夠把那個楊過 跟小龍女請出來跟你講說 到底他們兩個真的 是不是真的是夫妻啊 對不對 因為根本就沒有這兩個人嘛 好 那這時候如果是 現任法國王是禿頭的時候 那 我要怎麼來解釋這句話呢 這句話到底真還假 OK 好 那你會覺得這句話怪怪的 對不對 怪在哪裡 好羅素就告訴我們說 怪在哪裡 怪在我們其實要講的 這句話呢 我們通常講這句話會 是假的意思 並不是說 我真的可以找到有一個 現任法國國王 然後他不是禿頭 我們要表達的其實說 其實根本就不存在一個 現任的法國國王 因為根本就沒有現任法國國王 好 因此呢這個羅素說 好 我們聽到現任法國國王 按照剛剛弗洛克的說法 我們好像就會馬上反射出 這世界上有一個東西 叫做現任法國國王 對不對 好 這個呢 呃 是存在預設帶來的麻煩 就是 我聽到這個語詞 我就會覺得它有一個 紫色的對象 好 因此呢 這個羅素在 確定描述詞裡面就告訴我們說 這個是我們對於這個 邏輯呢 不夠厲害的緣故 所以呢 他建議我們這樣做 怎麼做呢 他說 我們其實所有的專名 所有的name 所有的name 所有的名字 它其實呢 都是確定描述詞的 縮寫而已 也就是說 它真正的寫法 應該是一個 確定描述詞的寫法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學 怎麼樣來寫 這個確定描述詞 現在法國國王是禿頭 按照羅素的想法 我們就把它分成三個語句的集合 第一個句子呢 就是 存在有一個法國國王 這個各位是不是很熟呢 我們剛剛其實已經學過 就是至少有一個法國國王嘛 第二個是 最多只有一個法國國王 各位想想看 我如果把A 跟 B 結合起來 是什麼意思 至少有一個 至多有一個 意思就是什麼 恰好一個嘛 那為什麼叫 確定描述詞 確定描述詞 的意思就是說 definite 的 description 意思說 definite 的意思說 我確定是 the soul and the soul 是這個東西 我要確定這個東西 所以叫確定描述詞 那如果是不確定的 so and the soul 的狀況呢 我們其實就叫做 那個 不確定描述詞 indefinite 它就不是確定的 那確定意思就是說 我們其實是 肯定就是這個東西 ok 那如果是至少一個 至多一個 當然就恰好一個囉 再來 我們其實這樣描述 它是禿頭 那如果轉換成我們的 邏輯式子的話呢 它會是什麼樣子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的形式化語言呢 我們如果fx 代表 x 現任法國國王 bx 代表 x 禿頭 那麼剛剛這個 至少有一個 法國王 當然就是for some x fx 存在一個法國國王 至多有一個法國國王呢 意思就是說 對所有的 x 來講 如果 x 是法國國王 那麼我找到所有的 y 也都會是 法國國王 意思是說我找到 y 都是 x 這個要至多 這是我們剛剛做的翻譯 最後 x 禿頭 我們用 bx 來表示 好 現在重點是 我們要把這三句話合起來 變成一個句子對不對 那我們就要確定 這裡所有的 x 都要是同一個喔 也就是說 恰好有一個 x x 是現任法國國王 而且 x 禿頭 所以它合起來之後 就會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句子 存在有一個 x x 是法國國王 而且對所有的 y 來講 如果 y 是法國國王 那麼 y 就會得 x 意思表示 恰好有一個 而且 x 禿頭 所以這裡 x 都會總統一個了 接下來我們剛剛講說 如果是現任的法國總統是禿頭 假設 x 改成現任法國總統 跟 x 現任法國國王 這時候你就會發現 它要表達意思不太一樣 各位可以看一下 如果是第一個情況 現任法國總統是禿頭 不是禿頭這句話為假 那哪一句話為真呢 意思就是說 存在有一個 x x 是現任法國總統 而且對所有的 y 來講 如果 y 是現任法國總統 則 y 會得 x 意思就表示說 有 而且只有一個現任法國總統 而且它不是禿頭 這句話為真 對吧 那第二句話是說 現任法國國王是禿頭 這句話呢 我們要表達的是什麼 我們要表達的其實是 把 negation 放在前面就是 意思是說 根本就不存在這樣一個 x x 是現任法國國王 這句話呢 也是為真的 所以用這個方式 我們其實就可以來表達 什麼什麼存在 或者什麼什麼不存在 也就是說呢 我們當講說 白雪公主不存在 的時候 我們其實意思就是講說 根本就不存在這樣一個 x x 是這個 白雪公主的任何特性 比如說 跟著七矮人一起玩的這個 漂亮的女公主等等 我們其實呢 就可以用這樣來描述 什麼什麼句子不存在 它其實真的 ok 也就是說白雪公主不存在是真的 然後這個 楊過不存在是真的 小龍女不存在是真的 這些為真的語句 我們其實是可以表達的 所以羅素利用這個方法呢 克服了 這個 Frags 所提出來的難題 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一定 只有 現實存在的東西 才能夠 談論它的真假式 其實不一定 所以 羅素的這個確定描述詞理論呢 幫助 邏輯理論 在這個部分呢 往前跨了一大步 也就是說 我們其實不僅僅可以談 這個存在事物 也可以談不存在的事物 ok 那順便跟各位同學介紹一下 這樣的邏輯系統 在後來 我們都把它稱之為 free logic 那各位記得那個 free logic free 的意思呢 是free of existence 意思就是說 沒有存在的對象 就是它沒有任何存在的對象 這樣的邏輯系統 我們也是可以去 建立起來的 所以 我們一開始在講這個 古典邏輯域學的時候呢 我們其實講到的都是 對應到 我們這個世界的實際上存在的東西 但是其實 羅素幫我們在這裡跨了一大步 就是說 它其實可以談論 不存在的東西的真價值 好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